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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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守党新党魁的提名有望明天开始 星期四结束 保守党最迟将会在9月2号选出新的党魁做首相 印度尼西亚警方透露 他们逮捕了至少15名 涉及制造和分销假疫苗的嫌犯 一些私人诊所和小型药房也已经被零关闭 印尼警方自这个月中在首都雅加达附近的万丹省以及西爪哇省展开系列突击行动 逮捕了这些不法分子 所查获的假疫苗种类包括小儿麻痹 麻疹 B型肝炎疫苗等 警方表示 被捕的15名嫌犯当中 5人涉及制作疫苗 有些从三家医院收集疫苗空瓶 有些负责银贴标签 有些则负责分销 将假疫苗销售到药房和商店 据报道 假疫苗在市场销售的不法行为已经持续了13年 目前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孩童接种了假疫苗 而假疫苗是否对他们的身体造成影响 本地一名男子因为非法携带22只新规入境 在误览关卡被执法人员逮捕 将装有新规的袋子和装着日常用品的购物袋一起放进汽车的后备箱 49岁本地男子上个星期四企图蒙混通过误览关卡 不过关卡人员进行检查时还是发现了这些新规 目前这名男子正在协助农粮羽受益局的调查 根据宾规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新规被列为受保护动物 进出口时需要准证 为例者一旦罪成 将面临每只动物高达50万元的罚款 或长达两年监禁或者两者进食 国家环境局为一小时PM2.5浓度指数推出空气质量等级 来帮助公众更好地规划个人的活动 随着新等级的推出 环境局将在年底前废除三小时空气污软指数 来看记者黎嘉宜的报道 环境级水源部长马善高在参观新加坡气象局时表示 政府在2014年就已推出一小时PM2.5浓度指数 相较于24小时和三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一小时PM2.5浓度指数能更好地反映当下的空气质量 一小时PM2.5浓度指数的等级共分为四个 每立方米含少过55微克的悬浮颗粒属于普通的水平 56到150微克属于偏高的水平 151到250微克是高水平 251微克或以上则是非常高 气候学者表示 一小时PM2.5浓度同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有着对应的关系 因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主要是根据过去24小时的平均PM2.5指数计算出来的 generally a high PSI value in this case of 300 would mean okay for the last 24 hours we had very high PM2.5 values already so I would take this into consideration very strongly if you have one hour value of PM2.5 which is 300 these are very high numbers they're close to sort of the largest numbers we experienced during the HACE episode last year 学者也建议环境局在网站上公布过去几年一小时PM2.5的最高记录 这样可方便公众比较当下的烟埋情况是否比过去几年发生的大型烟埋事故还要严重 由于截至目前还没有研究能提供充足的依据来制定与各等级相关的健康提醒 环境局目前只推出基本指南 列出PM2.5污染物对健康所带来的危害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嘉宜报道 新航一架从新加坡飞往意大利米兰的客机 怀疑引擎漏油必须折返 紧急降落张仪机场后机翼起火燃烧 新加坡航空工程师学会指出 飞行记录器和机上的电脑系统应该没有受损 所以有足够数据查出事发的原因 预料初步调查结果最快在几个星期内公布 来看记者聂国威的报道 新加坡航空工程师学会表示 一般来说客机上都有一套系统 能随时监测引擎的运作 一旦某个部件出现问题 系统会马上显示 引擎机油警报系统就是其中之一 学会指出每架客机起飞前都进行检查 引擎也定期维修 现在发生问题需要进一步理清 引擎是非常简单的工程师 专家也表示 由于整套安全机制有效启动 所以没有人命伤亡 这也有赖于过去人员的训练和制定的程序 接下来的调查将包括引擎有没有问题 维修有没有失误 以及有没有人为疏失等 新传媒新闻记者聂国威报道 好了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稍后回来带你看看世界各大媒体和报章的新闻和趣闻 炫耀财富假装自己是有钱人 韩国社交网站说谎症日益严重 稍后的智商风云告诉你 这些网友怎么让自己看起来有钱又成功 而这个现象又反映了什么呢 稍后报答 欢迎回到晨光第一线 马上进入纸上风云 看看各地报章有什么主要的新闻 马来西亚首相纳吉昨天宣布重组内阁 支持纳吉三度改组内阁 这次新内阁中 首相属部长人数从11个人减少到9人 并增加三名副部长 新部长今天宣誓就职 马国媒体新中日报报道 改组内阁中最备受瞩目的是第二财政部长胡思尼主动请辞 他在新内阁名单公布几个小时后 也对外公布裸辞 辞去巫统和国阵总财政等所有职位 当之一个也不留 东方日报指出担任第二财政期间碰上伊马维基的胡思尼 没有明确交代及刘永退的原因 让外界难免把这件事同伊马维基牵扯在一起 传言满天飞 而先前传出 纳吉会现任财政的传言不实 尽管内阁大风吹 深陷伊马维基的纳吉仍然紧握着财政大权 民主行动党领袖林吉祥就抨击 新内阁尽管瘦身了 依然臃肿 并抨击纳吉不应该兼任财政职位 因为这样就无法达到互相制衡的作用 不过林吉祥的抨击显得无力 《新周日报》引述美联社的文章指出 伊马公司丑闻踢爆一年后 纳吉的地位屹立不倒 甚至还在沙拉越选举和两场补选中交出亮眼的成绩 评论指 这意味着 人们对伊马丑闻的愤怒已经消散 纳吉在近六个月的支持率逐步上升 纳吉在巩固势力之际 日前开除了前熟理主席穆尤丁 与最高理事穆克利的党籍 被驱逐出巫统的双目 再加上前巫统副主席穆哈默·沙菲奕 他们的动向备受瞩目 施华资讯报道 有支持者上网搞了一个民调 来了解民众是否同意他们筹组新政党 结果支持和反对者人数不相上向 穆克利表示 退出巫统后 的确需要新的政治平台以继续抗争 目前还在考虑是否参与加入其他政党 在这同时 行动党也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 不排除会同穆尤丁展开对话 企图改朝换代拯救马来西亚 穆尤丁和穆克利似乎是蠢蠢欲动 不过舆论并不看好他们能有所作为 新州日报的评论就指出 在历史上没有一个被巫统开除或离开的领袖 能够筹组政党来压倒巫统 文章说 马来主义者是巫统的死忠捍卫者 即使是强势的前首相马哈迪 也不是巫统的对手 这样看来 纳吉的正途似乎越发明亮 然而文章指 巫统大获全胜的背后 经济社会都已经千疮百孔 新内阁任道众远 不容乐观 政治谎言容易被戳破 而现实生活中的谎言也很难持久 近年来在韩国社交媒体上 出现了各种造假的手段 来塑造成功的形象 韩国中央日报称 这种现象为社交网站说谎症 说谎的心理学家表示 有越来越多人 因为患上严重的 社交网站谎言症而求医 人数是五年前的三倍 当中大部分有忧郁症 一般上 这类患者会谎称自己是有钱人 地址也标明是高尚住宅区 然后时不时 上载从互联网找来的高档家具 或者名牌包等照片 接受访问的病患表示 看到别人在网上的生活 觉得自己特别悲惨 哪怕只是在网络上 也希望过上自己梦想的生活 不止如此 这些人还会雇佣专业摄影师 拍摄自己出国旅行的照片 以吸引眼球 除了伪造照片 不少人还会在百货公司 购买一些昂贵的商品 只为了拍照 上传网路 然后再去商场 要求退钱 香港苹果日报指图 这些装腔做事的照片 未为风潮 这群缺乏自信 渴望关注的人 选择逃避到网络世界 是因为 努力争取成就 太辛苦了 干脆用比较轻松的方式 获得现实生活中 没有的优越感 专家认为 人们应该逐渐锻炼自己 把关注点放在 自身的事物上 避免过度依赖 别人的评价来过生活 接着关注股市动态 美国股市收低 欧洲股市也滑落 接着来看 亚洲股市开盘的情况 每天重复做粗重的家务 可能面对重复性 实力损伤的风险 广告后的 扇方保健告诉你 家务当中 有哪一些姿势 或动作 对于肌肉关节 特别不好 我们又可以 怎么减轻做家务 对身体的损伤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房子打草得干干净净了 把家务做好 让自己和家人可以生活在舒适的环境当中 可是每天重复做这粗重的打草工作 让家庭主妇面对重复性实力损伤和风险 在中央医院 因为重复性实力损伤而到职能治疗部门求医的病人当中 全职家庭主妇就占了大约20% 她们已51到60岁的女性居多 专家说家务有很多是反复性的 常年每月会导致劳损 今天的扇方宝剑 我们就跟大家谈谈重复性实力损伤到底是什么 它其实是指一群的病症 比如说网球轴 板机子 或者甚至是妈妈手 这些都是因为过度使用 或者是长期用错的姿势而导致的一些病状 比如说板机子 可能是因为过度使用手指的某个部位 而导致它会偶尔会疼痛 病人没有办法完全握紧拳 妈妈手是指那些需要照顾出生婴儿 因为长期需要抱 需要喂 而导致手腕和拇指会疼痛 甚至会肿 变成发炎的那种现象 智能治疗师就表示 有些病患早期因为觉得疼痛还能忍 所以不去理会 最后向医生求助时 情况已经蛮严重 那么我们又应该怎么辨别问题的严重性呢 疼痛也有分不同的情况 比如说酸痛或者是刺痛 如果说只是一点普通的酸痛 敷了一点点热敷过后 会觉得比较舒服一点 这样的话其实就没有必要 马上去求诊 智能治疗师表示 由于问题往往是因为姿势不当 动作不断重复导致 所以治疗时需要病患配合 调整日常生活的习惯 做家务的方式 但一些家庭主妇 未必愿意接受这些忠告 对他们来讲 这些家务都是需要一个很固定的做法 那比如说呢 最普遍的就是用手洗衣服 当智能治疗师建议考虑说 用洗衣机来代替的时候呢 最普遍的答案就是洗不干净啦 浪费水啦等等 可是他们需要了解的就是 保护关节是一个长期性 所需要做的一项活动 不是说用洗衣机洗两三个星期过后呢 接下去继续用手洗 因为反复性过度使用的那些情况 是因为反复而导致的 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继续用手洗衣服 那些情况有可能会回来的 家庭主妇对于一些家务的做法 是不是真的比较坚持 本地妇女做家务又有一些什么习惯呢 有些洗衣机洗可能不干净 所以就用手洗 当个刀也是要慢慢骂你去脚哦 中间黑黑洗不到 那现在的人哪里有用手的 不要啦不要这样麻烦 你如果是要自己每次用手用手 病就是将会得到啦 用手嘛就不要看得比较清楚 然后比较仔细啦 那就会比较干净哦 大起来的感觉也是比较舒服一点 假如你用膜哦 好像写大字这样 骂不干净对不对 九点骂骂到两三点呢 我慢慢骂呢 现在的膜也是那种卷的嘛 卷的这样膜很容易嘛 那你每天有这样做 这样maintain不会肮脏的啦 然后最重要的是 你的家里不要放上很多东西咯 你放很多东西就是你自己辛苦而已嘛 就是以前没有拿推车 就拿着手提 就弄到那个 这个这边很酸痛 然后这边就很麻这样啦 就是因为提的太重啦 是 一回去就立刻就洗衣啦 然后就晾衣服 拿出去外面也是一个利啦 做家务没办法是难以避免的 那么重复性实力损伤 该怎么预防 专家建议繁重的家务可以分 不同天然做 不要急着一次过做完 那么家务当中 又有哪些姿势或动作 对于肌肉关节不好 我们又可以利用什么样的工具来辅助 以减轻对于关节部位的压力呢 有一些家庭主妇会使用 旧式的抹地的方法 他们会用布扭杆 然后在地上这样抹 其实对你的背啊 对你的手啊都很不好 用新款的一些拖把对关节会比较好 例如说这种旋转型的拖把 或者是脚踏的拖把 其实对关节的压力会比较少 有时候拿竹竿 就是晾衣服是不太好的 因为竹竿非常的重 就是有湿衣服 特别是你伸展你的身体出去的时候 然后你这样子晾 可能很容易会伤到你的背 而且你的肩膀 所以比较好的方式是室内晾衣 一件一件的挂 对你的关节会比较好 因为比较轻松 没有拿竹竿那么粗重 有时候我们就是抹完桌子过后 更好的方式其实就是选用一些环保袋 来放你的重物 挂在你的肩膀 另外一个方法可能就是用背包 可以分散那个重量 有一些家庭主书 可能也是会使用拖车 有轮子可以帮你减轻那个重量 在节目的最后要告诉你 这个星期六的师承六点半 我们就要把新闻演播室 拉到育狼的IMM购物商场 为你做现场广播 和公众做近距离的接触 欢迎你到时候到场支持 师承六点半相见在育狼 你也可以上发频道 新闻及时事节目的网站 了解更多的小径 今天的节目就播放到这里 感谢收看《晨光第一线》 我是志音 我们待会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